第七百九十八章 古战场的吸引力 在道空山脉之中的许许多多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传了出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手进入了道空山脉之中的小世界之中 越来越多的消息被众人所熟知 一个更加劲爆的消息传扬了出来 这里面居然还有一个巨大的战场 一个被埋藏了无数年古战场 一股巨大的神魔战场一般 战场之上可以说得上是尸横遍野 圣境的高手几乎就像垃圾一样 到处都是 大圣境的高手时不时的掺杂在其中 甚至连超脱境的高手都有 整片战场浩荡无边 一眼望不到头 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一股恐怖的古战场 随后就有一些古老传承的传人出来印证传言 在一些古老的难以言明的典籍上 遍野来形容 对于人类先祖来说 那一战绝对是诸神的黄昏一般的战役 古老相传的神话中 神无所不能 神统御天地 神威能无限 神永生不死 但是即便是如此厉害的神明 也有末日 那就是传说中的诸神黄昏 在古老相传的神话中 诸神在统御了天地间一万年之后 会迎来大战 无数妖魔邪神从各个空间横扫主位面 诸神不得不和这些妖魔作战 而这一战就一次将诸神覆没 对于当时迁徙过来的人类先祖来说 那一战太过惨烈 那一战是人类和一族双方争夺生存权力的第一战 也是揭幕战 但是那一战太惨烈了 惨烈到存活下来的人类先祖都不愿意提起 许多典籍都不记载 久而久之 这一战慢慢的就被人忘记了 这一战带来的创伤也随着时间过去 而慢慢被抹平了 只有一些拥有最古老的传承的门派 才可能在某一本残本或者古本的典籍上 看到过这一战的记载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战场部分被人发现和找到 这更证实了传言中 这道空山之中拥有世界术的通道 能够前往荒谷大陆的传言 可能是真的 想到这里 顿时无数高手都一下子疯狂了一般 往里面赶去 原先可能都只是那些超脱镜的高手感兴趣 因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他们可能终身都没有机会跨入超脱镜 那么至于超脱镜有什么屏障 又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所谓势部官集高高挂起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如果里面真的存在一个超大型的战场的话 那么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那些陨落的绝顶高手 他们的肉身就是无上的宝藏 可以集炼成药材 神兵力气等等 更何况在战场之中 可能随便捡到一件都是超脱镜 虽然超脱镜需要本人来祭炼 但是也并非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法 还是可以暂时的激活的 也并非是一无是处 就算不行 还可以分解成为材料给卖掉 一时间整个真武界都轰动了 这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啊 天下之间那些有实力的势力 域外霸主 真武学府本土豪门 还有一些其他的自一流的势力 以及自认为有实力的高手 都纷纷前往道空山脉之中 为了得到那些传说中的宝藏 他们都有些疯狂了 就在叶西文准备要进入道空山脉的时候 真武学府的大队人马终于到了 在等待了这么久之后 原本处于封山之中的真武学府 也终于忍不住了 也要跟着出手 分一杯羹了 原本真武学府 紧闭山门 虽然有之前与化教的入侵战中 损失惨重的关系 但是也有很大的程度 是为了防备那些 其他虎视眈眈的域外的庞然大物 但是现在那些域外霸主都找到了目标 都前往了道空山脉 这个时候谁还有空搭理真武学府在干什么 这个时候 众人也才终于明白 那些域外霸主 为什么仿佛都将真武界豪门恨之入骨一般 一定要铲除掉 之前可能还不知道原因 但是随着这道空山脉被发现 许多人也终于明白了 这些域外霸主都知道 他们要找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联手对外保密 一来是要在真武界之中 找到一个落脚点 二来也是要联手清场 将在他们眼中没有实力的 真武界本土豪门先给清理出去 当一切都真相大白的时候 却都已经来不及了 真武界实际上已经遭受了重创 十几个本土豪门的覆灭 对于真武界来说 如何不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那些没实力的 或者运气不好的 早就也在那数十年之间被铲除了 也根本来不及看到现在了 虽然在域外霸主的虎视丹丹之中 但是真武学府还是派出了大批的高手前来 其中新任辅主 黄无极更是亲自前来 除了他之外 环有十大转程的首座 当阳风首座也换了人 却是原来当阳风的太上长老 现在站在当阳风的首座一位 等到当阳风之中出现一个超脱镜高手之后 就会自动让位 除了这十一个超脱镜的高手之外 还有各风的一些精英传承弟子 也都在其中基本上清一色的 都是大圣镜大成以上的实力 是各风倾尽全力培养的精英和人才 甚至有可能未来的首座 就在他们之中诞生 其中甚至还有不少的半部超脱镜的好手 其中叶西文熟悉的就有穆圣杰等人 唯一例外的大概就是小雅了 现在小雅也不过是刚刚跨入大圣后期 在众人之中实力是最差的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宿女风首座 对他到底是有多么的看重 也让叶西文庆幸 当初没有让小雅拜错人 见到真无学府的一行人 叶西文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他们也是身受超脱镜屏障的困扰 能有机会摆脱又有几个人会不愿意呢 其他的超脱镜高手没来 想必也是为了镇守学府 谨防意外 辅主师兄 诸位首座 叶西文率先给黄无极 以及其他的十大传承的首座建立 见过叶长老 叶长老 在这之后 却是其他弟子对叶西文建立 现在叶西文的星辰巨兽分身 已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肚结 成为了超脱镜的高手 尽管他拒绝成为藏兴风的首座 但是却也还是担任了藏兴风的太上长老 成为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太上长老 从身份上比他们足足要高了一倍 从实力上也比他们要强横的多了 无论他们有多么的不适应 在这个时候 都必须先向叶西文行礼 辅主师兄 你们这是打算要去倒空山脉吗 叶西文皱着眉头问道 嗯 是的 现在都是传言 有传说中的世界术的通道 可以前往荒谷大陆 我们自然也想去看看 黄无极说着 双眸之中闪烁中精芒 虽然当上无上辅主 但是这么短的时间内 却还没有抹平他的雄心壮志 对于传说中的荒谷大陆 他还有极大的兴趣和野心 这次我们将精英弟子也一起带来 就是希望在那古战场上可以磨练他们 说实话 说实话 在新一辈的弟子的培养上 我们和那些域外霸主已经有不小的差距了 如果不趁着这段时间尽快弥补 到时候我们只会一代一代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他手作也都是纷纷点点头 显然 这次与化教入侵 域外霸主纷纷侵入 让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 原先真武学府隐藏的势力 远远在其他豪门势力之上 这让他们多少有一些懈怠和自满 但是现在却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和当时一流势力之间的差距 燕能没有危机感 自然要想尽一切的办法 让新一代的弟子成长起来 他们这一代已经落后很多了 但是新一代的弟子却还没有差太远 完全可以弥补起来 尤其是黄乌吉和叶西文的崛起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不过如果是那个古战场的话 应该会有不少的危险 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丧命 这些都是我们学府之中的精英 要是有所损失就不好了 叶西文眉头微醋道 不碍似的 毕竟还有我们护着 只要不太深入 我想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黄乌吉道 固然古战场之中危险极多 但是也并不是说一点生机都没有的 既然如此 那叶西文也没有什么 不过黄乌吉又道 刚好叶师弟你也在这边 不如和我们一起 正好也有个照应 我们能有叶师弟加入 也算是鲁虎添翼了 不了 我一个人的游历还没有结束呢 叶西文笑笑说道 他身上的秘密太多了 让他不想和学府中的人一起行动 起码眼下不行 起码眼下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